截至2020年 全球最大的锂离子电池 与南加州电网接通 可提供2.5亿瓦特的电力 足以为约25万户家庭供电 但实际上 它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电池 这些湖泊才是 等一下 两座湖泊 怎会是个电池呢 了解电池的定义 则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 电池只是个储存能量 并应需求而释放能量的东西 为手机 笔记本电脑 和汽车供电的锂离子电池 只是电池的一种类型 它们用锂离子储存能量 为释放能量 锂离子与它们的电子分离 然后在电池的另一头再次结合 成为能量较低的新分子 两座湖泊如何储存和释放能量呢 首先 一座湖比另一座高出300米 电力驱动水泵 把数十亿升水 从低湖转移到高湖 通过为水提供额外的重力势能 来储存能量 然后 在电力需求高的时候 打开阀门 让水往山下流 从而释放储存的能量 这些能量可为六个巨型涡轮机 连续十小时提供动力 产生30亿瓦电力 我们将会需要越来越多巨型电池 那是因为目前供给世界足够电力的发电方式 产生的温室气体量不可持续 每年140亿吨温室气体 我们将需要把那个数字降到净零 然而很多清洁能源无法全天候发电 所以为实现这一转变 我们需要一种能储电 直到需要用电的方法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电网规模的电池 大到足够为多个城市供电的电池 遗憾的是 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两种巨型电池 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湖泊电池对地理位置有特定要求 它占用大片土地 而且前期的建设成本很高 与此同时 加州的巨大锂离子电池 可以为约25万户家庭供电 没错 但只能供电一小时 锂离子电池对于耗电少的东西非常有用 但为了储存大量能量 锂离子电池就必须又大又重 这就是电动飞机仍不成气候的原因 目前最好的电动飞机只能载两人 充电一次约能跑一万公里 不然电池太重飞不起来 典型的商用飞机能载三百人 飞行超过一万四千公里才需再加油 制造锂离子电池还需要若干重金属 这些资源有限 而且开采过程往往会破坏环境 全世界的发明家积极应对挑战 发明能满足我们的需求的电池 其中许多电池设计甚至比湖泊电池更奇怪 一家公司正在建造摩天大楼电池 当日光照耀时 太阳能驱动的其中机 把一块块的积木相互堆叠于一座塔中 到了晚上 其中机让积木借助重力落下 使用由此产生的能量驱动发电机 尽管早期遭遇了一些挫折 但另一种具有前景的方法是 加热盐直到其融化 融化的盐可保存至电力需求大的时候 然后用来烧水 水汽可以驱动涡轮机发电 另一个想法是用纸制成生物电池 由细菌提供动力并通过激活 细菌代谢葡萄糖时 以电子的形态释放能量 而且至少有一种细菌 能够把这些电子转移到细胞外 形成完整的电路 尽管这些电池无法为一座城市 甚至移动房子供电 但没有传统电池的废弃物和成本顾虑 从巨大的珊瑚到微小的细菌 从无重金属需求的海水电池 到为深空任务功能的核电池 我们不断反复思考 电池可以是什么样的 或许下一个不可能的电池 就隐藏在人们视线中 等待被发现 帮助我们实现可持续的未来 我们拥有保护地球所需的工具和知识 访问ad.ted.com 斜杠EarthSchool 了解你和你的社群 如何为当代最重要的问题 做出贡献 并深入了解正在开展的 令人振奋地举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辞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